欢迎来到乐学成长空间 今天这个影片有点不一样 今天我们不会聊股票 但是我们会邀请V频道的 陈宏上来跟我们一起 吹雪聊天 所以我们就请陈宏做个自我介绍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宏 非常开心 乐学今天邀请我上来 聊聊天 吹吹吹 这样应该 相信很多人有可能在YouTube上 已经看过陈宏的影片 因为她其实 她的频道其实 跟我的频道 非常的相似 都是讲解股票 如果那些不了解 或者不认识陈宏的人 我们就请陈宏做个更详细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可能大家在我们的频道 V频道的百股经的series 还有最近出了几个不一样系列的影片都看过 然后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在1990年其实住人在Rofo 然后刚刚踩入30岁 可能多一下 多一个礼拜后 我就进入31岁了 我从22岁开始利用价值投资 一直投资到现在 然后自己本身在Big 4 Deloitte 做过Auditor 记查室 也做过Investment Analyst 然后after that 在26岁的时候 才开始从事理财教育一直到现在 就是除了自己投资以外 我自己在manage我自己 还有家人的portfolio以外 我也是有教人家怎样做 投资跟理财这方面的事情 对 孙宏你刚才讲到你是22岁开始用Value Investing 这样你是来什么机缘巧合下你会开始到Value Investing 还是你是几时开始真的接受到来投资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乐雪讲一个重点 我是22岁才开始用投资这两个字 所以我早在18岁就用投资了 什么是投资呢 是因为我之前读过这本书叫做 富爸爸穷爸爸 Richard Pellett 然后这本书 它给我的概念很震撼 18岁那时候要出来开始做工 可能要搭工赚一点钱 然后一直在想赚钱 可是Richard Pellett这本书讲 如果你只是死做工 只有一种现金流 你没有把你所赚的钱放在股票里面 或者放在投资里面的话 你很难会变有钱 这句话真的是打醒了 所以我18岁开始 我就去找投资 找Investment 然后就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 我接到我朋友一通电话 他跟我讲Brother 这里有一个Deal 你只要Invest380块 然后你再叫5个朋友 你就可以发达了 然后我就听想 那时候还很单纯 然后就开始去接触这个所谓的投资 那过后才发现到 倒闭了过后才知道 确实是一个money game 然后19岁也接触过Forex 也自己炒过股票 就是玩Trading 我看那种线 看那种图 然后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 我觉得不是因为投资的东西不好 而是我本身可能跟这个Forex 跟超股没有什么缘分 然后也不会去做导致没有人帮的成绩 一直到22岁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一直在看财经版 在新洲日报的一个财经版的一个广告 然后我看到了价值投资 就是这间学院VIC 最大投资学院的创办人 Cent 还有Clive所办的一堂课 然后就马上去上那个讲座会 上了讲座会 接着就马上报名 报名开始 上了三天的课 我就直接开始投资 对 这是我怎样在22岁开始投资 导师 其实我在上了课过后 我发现到圈子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以前的圈子 一直是money game的话 然后我们就会一直玩money game 如果我们圈子是trading的话 我们就会一直进trading 那这两个其实都不符合我 然后我也觉得 我拿不到很棒的成绩 上了课叫价值投资 我发现到原来这样简单跟懒惰的方法 是这样好用的 每一年可以achieve15-25% 我过去9年来的portfolio 上了课过后一直achieve15-25% 当然建中还有去上其他的课 去中国 去美国 在哪不一样老师 在读书本 然后在研发自己更深入的方程时 可是我发现到圈子的重要性 所以我时常会来帮忙 就是我闭了业 上了三天的课 我时常会来帮忙 帮下一些的学生 然后也继续在我职场里面努力 然后做了几年的auditor 做了几年分析过后 分析师过后 我发现到自己的投资组合 也有很棒的成绩 就是从一开始的5000块 然后慢慢到27-28岁的时候 有接近100万 然后在26岁的时候 我的创办人就是Ken Guncliffe 他就问我 Juan Hong 你想不想进来Vcollege做教育 就是从你的professional的job 变成教育 其实我从小就很想做老师 小时候 我在爸爸的那个office 我就拿藤条 我不懂大家有没有这样打扮 小时候我就会拿那个藤条 像要哭学生 因为我时常重打 我想以后也可以去打学生 然后就这样 就机缘条的情况之下 他自己有成绩 有知识 有机会 我就想 why not 尝试 反正 I have nothing to lose 我自己已经有我的portfolio了 就算把教育做不好 我也可以自己安顿好我的对手生活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去做一个教育者 既然你是一个投资导师 我就想问你会怎样来 Jump for很多新手 你会怎样建议他们要讲开始投资 还是那些对投资 听过投资 但是还没有开始的人 你会怎样鼓励他们开始 我觉得要开始很简单 第一个step就是要开account先 因为很多人想要 就是很多人听到就是 Channel一定讲先做功课才投资 对 先做功课才投资 是一定你要做的事情 但是除了做功课 第二个step是要把account开好 你要把account开好了 然后你要敢敢去投资 很多人怕是因为他怕 所以他没有去投资 那投资者最错的地方是 我们不敢去投资 就很像感情这样 很像partout这样 很多人讲有一个朋友的脑袭 他18岁的时候过来讲 诶 brother我很怕partout 我问他你怎么怕partout 我怕谈点AI过后 我跟他做不到朋友 然后我又不懂他在想什么东西 有的没有的 怕有负责任有的没有的 然后我就问他 你怕partout吗 他讲没有 我问他你怕什么 你怎么怕 你都没有试过 你怕什么 所以投资也是一样 我们必须要尝试了 尝试了你买的股票 从中学习 很多人怕犯错 但是第一次的错误我们就要学习 第二次我们就要经验 第三次你犯回同样的错误 才叫做真正的错误 这是我自己的philosophy 所以我觉得还没有投资过的 读了书 研究好了 赶赶的去投资罢了 不要怕 因为怕就输了了 所以要赶赶的去投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觉得要做功课的原因是不要耿风 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管道 可以看到股票 包括我的频道 包括乐学的频道 都有很多公司 其实你看了很多人会很冲动去买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会有免责生命 你们可以从我们身上拿information 就是我们帮你们研究了 10分钟的影片你看完了过后 你不要只是拉到去后面看 可以买还是不可以买 你要看完前面管理层 商业模式 还有业绩 看完了过后 再自己做功课 沉淀一两天 因为股价一两天不会跑很多的 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 沉淀了一两天过后 然后你再想你要不要去投资 所以第一 记得要去take action罢了 买就对了 第二 不要跟风 但是你可以拿这个东西 access information 做了功课 消化了 我们才去赶赶的去投资 然后最后一个是 很多人讲 Channel我没有什么钱 这样我可以投资吗 其实投资叫做理财跟投资 你要有钱了才可以投资 像我那时候在乐学来我频道的时候 我讲过 先钱 如果没有先钱的话 就去制造先钱 所以我们不要想我们现在有多少钱吧 假设你现在只有一千块的话 of course 年轻人一开始就纳一两千块 但是有做工的嘛 along the way 你做了工 你出了钱 也是放进去 我们整个 portfolio 就会慢慢的变大 所以这是我给年轻人的一些 suggestion 我觉得我很 agree 你后面那一部分就是来 其实投资这个东西其实是个长期的东西 其实我们 我觉得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 我知道很冲动 大家都想要来一夜暴富 想要一下子突然有钱 但是其实投资真的是个漫长的 journey 来慢慢要累积的 所以我觉得不要冲冲 那你觉得你在你教课的当中 还是你的学员当中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 其实有什么like common mistake 还是有什么like 那种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 你想要point out 然后让人家不会这样容易去做那些 mistake 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biggest mistake 是他们all in into single company or两间company 就是我觉得 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我的钱是limited 但是我只有五千块 然后就all in一间公司 希望就blog它 希望它是下一个bitcoin 下一个tesla 下一个NIO 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买了 然后一次过上 但我觉得这是biggest mistake why 因为investing真的是需要portfolio management 要有投资组合管理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投资组合管理的话 上可能可以上很多 但是如果想象一下这个公司 不是turn out 我们想象中这样好 我们所有辛苦苦所存的钱 真的就完蛋了 所以我觉得 the biggest mistake can be fixed easily No.1 情绪调整好了 就是讲我现在只有五千块 我该做什么 那我给大家的事情是 如果你少过一万块的现金 那些你有少过一万块去投资的话 你去找两间公司 so you focus on two companies 就是那些 你要买一间美国 一个马来西亚也可以 你找了两间公司 你就个别放 maximum 五千五千 因为如果他这两间公司 基本面是好的话 讲真的 如果两间都催 这样可能是 要去神庙拜拜一下 要不看这么僵水 正常来讲 是没有事情 就算一个完蛋 另外一个还是会好 要做portfolio management 当我们资金到两万块 你就可以去找四间公司 一次类推 三万块六间公司 一直accumulate到四间企业 当你有四间企业的时候 风险就已经是拉到很平 也是拉到很低了 原因是这样子 四间公司你用对方程式 七到八间会往上升 一到两间会亏的 正常的 没有一个方法到现在 我们有找到一个方法 是十全十美 即使巴菲特都没有十全十美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有十间portfolio 你有十间公司 七到八千赚钱 你的整个头的组合 一万可以achieve around fifteen to twenty five percent so I think this is a biggest mistake 这样既然称呼我们已经要到2021年了 你明年就31岁了 那你的2021你是有什么来 有什么来期望还是你有什么plan 你要好好做的东西 其实我当然第一个我的孩子刚出世三个月 所以31岁的时候 我希望的东西是我会把更多时间放在我老婆跟孩子身上 因为孩子长大一瞬间就完了 所以我会花更多时间在他们身上 那第二个是我在1月份应该就会正式推出 我12月已经soft launch了 这个叫做V club for youth 开始在create一个平台 给16岁到23岁的学生 在籍学生 不管你人在哪里 它是一个免费理财教育的平台 所以我希望在整个2021年会把它弄上来 希望到时候会有接近5000到6000个学生左右 在2021年在这个平台里面 因为我觉得理财教育很重要 就像乐学之前跟我们讲的 为什么还要create这个YouTube平台 是因为很多年轻人 很多学生没有办法接触过 我们在大学没有学过 在中学没有学过 可能我们的父母也是 有一些父母也是没有教我们 That's the reason为什么我要create这个平台 把理财教育免费化 平民化交给大学生 跟他们讲不只是要读书 就是更重要的东西是理财也很重要 要不然出来社会第一件事情 一定很常会掉入马里面 因为想要很快的把我两三千块的薪水 变成100万 然后可以好好的退休 所以这是我第二个focus 会把V club for youth把它带上来 然后就一个对于投资的整个理念 我还是坚持2020年我所做到很成功的一个东西 就是以股票为主 stock为主 然后期权为补 option为补 所以这是我在2020年在美国市场发现到 哦 原来以前我在马来西亚只是stock罢了 可是stock可以给我大概15-20%的return 有时候会上上的时候会下下 但是以option来补的话 它是很consistent 可以拉高我的整个popular return to around 5% in overall include cash position 所以这是我在2021年会 for我的家里 for社会 还有for我自己的投资组合的三大板块的focus 这样如果那些学员有兴趣要看看那个V college for youth 他们可以解决你拿到那些资料呢 我会把那个链接放在这个video的下面 我会给乐学这个链接 然后你 just register for free 我们是一个facebook private group 我们在1月才会正式launch 要有verification with student ID 然后就可以了 yeah ok sounds good 好 我看我们今天影片就应该到这边 我们谢谢称宏来到我们的乐学生长公圈频道 来跟我们一起睡睡聊天 还没有订阅称宏的频道 V频道的朋友 记得去订阅V频道哦 然后称宏你还有什么最后要跟观众们讲的话吗 last one of the least 我觉得好好的学习投资 因为投资理财真的很重要 然后勇敢的采取行动 不用怕犯错 因为一次是学习 两次是经验 第三次才是错误 所以加油 祝福你2021年有一个美好的投资旅程 加油 我们2011见 拜拜 拜拜